暗瘡大家都很熟悉,基本上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图,这个图大家看到皮肤的横切面,里面有些毛发,毛发旁边有些横切面看到有些,比如旁边有些皮脂线,你见旁边毛发在皮肤里面的延伸出来, 皮脂线会分泌油脂润滑毛发,暗瘡的原因很多时候就是因为皮脂线塞住了,里面的油脂出不了来,接着又有些细菌入侵,就变成一些暗瘡了,其实有点像火山口,火山口如果口塞住了的话,里面的溶癌就在里面, 开始很热,发炎,这样形成的原因,不过多了细菌的因素而已 这一幅图就是一般的暗瘡的样子,大家都看到了,其实同一时间有很多种形态的暗瘡 有些是普通黑头,有些是白头,有些是起了笼,有些是一大块,有不同的样子 同一时间 不少人去看医生之后,就想着医暗瘡,用了些药,用些药是对的,但不知为什么,肯定效果不好的,因为有些时候其实这些未必是暗瘡的,尤其是如果你是年轻人,又很容易出很多汗的, 常常都会呆出汗,说着衣服,说着很久的那些人,如果你的暗瘡主要是在胸口,背脊,间不中都有的,不过胸口背脊多些了,尤其是样子,和一般暗瘡有些不同,刚才那张图你看到,暗瘡通常同一时间有很多种形态的, 大家可以先看一看这个图,这个图,大家看不清楚和刚才暗瘡的图有什么分别,大家留意一下有什么分别 有些人说,可能部位不同,这个部位有机会不同,这个其实是胸口的位,那样子有没有什么分别,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如果稍微留心一点,就会发觉,那些粒粒和刚才那些暗瘡有些不同,刚才我说过,暗瘡很多时候有不同种类的粒粒,有些是龙,有些是黑头,有些是白头,有些是白头,有些是一大块,我们叫Sids,Sids take at it,就是最严重的那种,很多巴痕,这些是一般暗瘡就是这样 但是你仔细看这个图的话,你就会发觉,这里的粒粒相对,就是粒粒都差不多的,当然大小可能有少分别,但是就没有好像刚才那个暗瘡的分别那么大 我们这种皮肤科就叫做monomorphic,monomorphic就是一种,morphic就是样子,样子粒粒都差不多的,是monomorphic的 如果真的你看到一个人,你会问他会不会有什么感觉呢? 正人就会跟我们说,其实都有痕的,暗瘡就比较少痕的,这个又是另外一个主要的分别 如果你的暗瘡,总是粒粒都差不多,样子全部都一样,尤其是如果它真的痕的话,就要小心,因为它可能不是暗瘡来的 就可能我们今天讲的,就是真菌引起的那些叫Fungal Aetle,或者它正式的名字就叫做Manassezia folliculitis Manassezia就是这个真菌的名字,一般暗瘡都是皮脂腺塞住了,接着有些菌感染 不过普通暗瘡就是一般皮肤的細菌,就是引起暗瘡的細菌,引起发炎反应 但是呢,如果是真菌引起,你说什么真菌,假菌,真菌就是一个学名 其实呢,就是好像,比如说你烤面包的酵母菌,也就是真菌 其实这种Manassezia也是一种酵母菌来的,它感染了皮脂腺塞住了之后,就形成了这种Fungal Aetle 这种Manassezia,其实之前如果你看过我的影片讲油脂性皮肤炎,大家都知道了 这种真菌,它就很喜欢油脏的地方,就是要很喜欢在很多油脂出油的地方去生长 皮脂腺最多的地方,胸口,背脊,发脏边,眼眉,额头等等都常见的 但是呢,因为我们一般医普通暗瘡的药,就是很多时候是一些抗生素啊 那么用的药膏呢,也是一些消炎药,希望杀了一些细菌 但是因为呢,这些Fungal Aetle,就是因为真菌引起的 所以呢,你用普通抗生素,可能效果就不太好 所以有部分人就以为是暗瘡,用了暗瘡,为什么硬是不好呢? 其实呢,就可能是这样的 其实呢,医的方法都不难的 如果真是这种真菌引起的暗瘡呢,可以呢,就可以买一些 这些外面药房都可以买的,即是常用的产品都可以医到的 那这里呢,就跟大家介绍两种 第一种呢,就是有selenium sulfide的洗头水 那这些有selenium sulfide的洗头水 因为selenium呢,这个东西呢,就可以控制那个真菌的生长 就可以减低它们的生长 那就从而控制这个Fungal Aetle 那另外一种呢,就是都很常见的 就是一个Kilconosol的Sampool 就是说这个,或者叫Nizoro的Sampool 其实很多的药房都可以卖的 这两种产品都是洗头水,但是你可以用来洗面的 那用法呢,就是,或者你比如说 如果你那个Fungal Aetle在面的,你就用来洗面 如果在背脊的胸口那些呢,就可以洗涼的时候呢 就将这些这样的洗头水呢,就塗在环柱那里 有它几分钟,接着呢,就洗了它,就可以了 那另外一些洗头水呢,就行有Saint Pyrifian的成分呢 是可以抑制那些真菌生长的 那从而呢,就能够对付这些Fungal Aetle 那通常你慢慢用下用下呢,你就会发觉 这些Fungal Aetle就有些好转了 那但是因为这件事呢,都很流行翻发的 因为这些菌本身就已经经常都会在皮肤那里找到 那就是你出油这个现象很难改变的嘛 那所以呢,就都有机会翻发 那为了防止它翻发呢,如果你好翻之后呢 最好呢,就用这些洗头水呢 每个礼拜都用一次啊,两次呢,保持住它呢 那就不会那么容易再来啦 那但是呢,就有些是好顽固 好顽固呢,其实有口服药食的 那但是当然那些就要看医生啦 那也要提醒大家啦,尽量就不要自己诊断自己 怎样呢,都要如果你真的对自己的情况有疑惑 不是很清楚自己的那些是普通暗疮啊 还是这些Fungal Aetle呢 最好呢,都是先问了医生 才好用这个治疗方法呢,就是最稳妥啦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 希望这条片呢,对大家有用 如果大家觉得这条片好的呢 请你多多分享,留言,点赞,订阅 下次再见,拜拜